这个饭你怎么做的 这么难吃 贵回农村去 住手 你怎么打我妹啊 妹快起来 哎大姐 你来怎么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呀 我好有个准备呀 这是怎么回事 我妹他怎么你了 你把他打成这样 让他做个饭 做的这么难吃 香巴佬就是香巴佬 你们农村人没吃过饭吗 我在外边随便找个女人 都比他做的好吃 农村人 农村人怎么了 农村人就活该让你欺负吗 他可是你老婆呀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你做什么种 赶紧去把饭给我做了 这次要再做不好 我打死你 好 我现在就去 妹 哎 我跟你说话呢 你聋了吗 快去 你是我妹夫 我一直让着你 可她 是我妹妹呀 你干嘛 农村人 农村人怎么了 没有农村人 你吃什么 你喝什么 我可从来不打女人啊 你别逼我 别的女人好 别的女人 能陪你吃苦 能陪你大佬吗 别的女人好 别的女人 能陪你在你父母面前 尽秀吗 妹 你在家里 也是爸妈手中的宝 为什么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却不告诉我们 却在这儿 受这个畜生的虐待 走妹 跟姐回家 姐撞见养你 背着风吹散的人 说她爱得不深 背着雨淋湿的人 说她不会 你好老板 你好兄弟 请问你要吃点什么 老板 这是我今天工地上发的工资 我去了好几个饭店 他们都不收 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来我看一下 没问题的兄弟 你想吃点什么 是这样的老板 我今天有位工友 在工地上受伤了 我陪他去医院 包扎了一下 可惜啊 回来晚了 食堂关门了 你能帮我煮两碗面吗 所以的兄弟 来 这是找你的钱 兄弟 你先到那边坐一会儿 面马上就好 谢谢老板 兄弟 你的面好了 谢谢老板 谢谢 没事 老板 结账 一共六十五 你给六十就行 行 我扫你 手机没电了 老板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家 这在前面 我明天给你送过来 老板 我们这小店 小本买卖 不舍账 你要么再想想办法 不是老板 你误解我的意思了 我是说 明天给你送过来 再说了 就这六十块钱 我也不至于舍账 明天 明天这店 就换人了 这样吧 你是我们店 最后一位客人 也算是有缘人 这顿我请了 你不用给钱了 不是老板 我就这六十块钱没付 也不至于换老板 不不不 我明天想把这店盘出去 说不准 明天就换新老板了 我看你这饭菜 做的也都挺好吃的 为什么要盘出去 你看 都这时候了 都没有什么生意 这生意真难做 前两年还可以 这两年受大环境的影响 前面又修了半年的路 再开业呀 就没什么生意了 所以 也是 这两年做生意 都挺难的 我看你这店 都开了挺长时间了吧 我和我老公 盘下这家店 都已经快六年了 这六年 就像照顾孩子一样 照顾他 说实在的 我是真舍不得呀 但是 那你们之后 有什么打算呢 这房租 也快到期了 我们也没钱 再交房租了 我们打算 回老家 那如果你 交得起这个房租 你还愿意坐下去吗 如果交得起房租 我们肯定不愿意走呀 说实在 我们真是舍不得呀 唉 不说了 我先去收拾东西了 等等 其实呀 这个房子是我的 之前是我挂在物业公司 待会儿 我跟物业公司交代一下 给你免两年的房租 真的吗 你真的是房东吗 老板 你刚才 明明知道 那位兄弟的钱有问题 在你这么困难的情况下 你还愿意帮助他 你是一位有善心的老板 再说了 每一个人都有梦想 我相信你也是 我希望你能继续的坚持下去 房东 我们互不相识 你的这份情 我真还不起呀 在我们互不相识的情况下 你还愿意把这顿饭给我免了 你愿意请我吃这顿饭 我也愿意交你这个朋友 那作为朋友 就应该互帮互付 房租嘛 你就不用给了 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在你这里 都有口饭吃 可是这 就这么定了 加油 加油 求生了 无名之类 我是谁 忘了谁 也无所谓 请问我接个电话 喂 亲爱的 你在哪呢 我在加班呢 你有什么事要说 我就是想告诉你 我有一双鞋想丢 但是那是因为是你买的 所以我舍不得 可是我发现 他从来都不在乎我的感受 直到今天我才发现 他把我的脚 磨起了一个很大的水泡 你说这双鞋 我该扔掉吗 那就丢了呗 我再给你买双新的 我看上班了 挂了 宝贝 咱们走 是啊 鞋是可以买新的 但是一定得合脚 前夜大 我回来了 回来了 你不是说你在加班吗 这么快就下班了 这么我妈妈就回来了 哎 去你家的机票调好了吗 定了 只不过我指定了我自己的 范范 你这是什么意思 咱俩这一期这么长时间了 你是觉得我不配 还是我怎么了 你是觉得你很委屈吗 不委屈 就算委屈 又有谁在乎呢 饭里有苍蝇 我看到了 我觉得很恶心 但如果我看不到的话 我同样会吃得很香 所以 所以什么 所以我不怕你骗我 但我怕你骗不了我 看看吧 你 你都知道了 还好 我知道的不算太晚 我们 还没有到见家长的地方 老婆 我错了 我现在就把它删了 来 我帮你删 喂 亲爱的 你到家了吗 到了 你以后 对她好一点 你是她女朋友吧 你是在教我做事吗 不用教 是提醒 她如果足够聪明 图钱的话 拿苦的 便是你 如果你像我一样 图感情的话 你的下场 不会比我好半分 范范 我知道错了 未成 未成